同学们好 在第一节里呢 我们家介绍了 Jesse Owens 他反对融通气势 挑战白人权威的例子 而在这节中呢 会重点的涉及到 星马克的创始人 Howard Schwartz 他是通过挑战大众观点 来让星马克逐渐走向了成功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事情的背景 也是根据我们的 写作的思路 从背景 然后挑战的经过 以及结果跟影响 来去对这个故事 进行一个诠释 首先是在1970年以前呢 美国并没有本土的咖啡品牌 在当时呢 咖啡豆需要从周边的 古巴呀 波多利哥等国进口 因为呢 这个运费的高昂 以及这个运输过程中的损耗 导致了这咖啡豆的 价格昂贵 同时呢 质量得不到保证 于是呢 在1971年的时候呢 星马克成立 这块需要提及一下是 这个星马克并不是 舒尔茨本人成立的 舒尔茨只不过是 后来作为一个员工 他是等于是收购了星马克 在当时成立之初呢 几个美国人只不过是希望 能够开展一个 咖啡豆在美国本土的种植 所以说在当时呢 星马克呢 是只经营咖啡豆业务 在1982年 我们的主人公舒尔茨 他加入了星马克 作为市场营销经理 marketing manager 作为一个从业人员 他发现了很多 星马克的不足 尤其是在他们的 营销策略上 以及他们的 咖啡豆的制作上 所以说在1987年的时候呢 舒尔茨号召了很多资本家 来收购了星马克 同时呢 他们延展了很多其他的业务 而并非仅仅的去 卖咖啡豆 他们呢 逐渐把他们的 业务核心 转向了制作 并贩卖多款冷热咖啡饮料 也逐渐的 形成了我们 今天星马克的一个雏形 在美国本土的种植呢 已经让我们的咖啡豆 就是原材料 它的质量 以及价格 得到了保证 所以说呢 为了给顾客提供 最优质的咖啡 舒尔茨决定 对老旧的手工研磨 咖啡制作方法 进行修改 也是为了第一 希望我们提高 咖啡的品质 第二呢 提高咖啡制作的效率 于是呢 舒尔茨通过学习 很多工研化企业 比如说是福特 等等 借鉴 并引用了 他们的一个流水线 生产方法 这个专用名词是 Assembly Line 同时呢 把这个单纯的 由机器来控制的 这个生产方法 改为了 由人和机器 共同控制的一种 全新的 Coffee Making System 咖啡制作的体系 希望借以此 来加快 这个咖啡制作的速度 并且保证 咖啡的质量 然而呢 这套体系 遭到了当时 多数员工的反对 当时呢 星巴克的员工 反对这个 Assembly Line的原因 停留在两点 第一是因为呢 星巴克 毕竟是一个 服务业 相当于是食品制造业 但是呢 这个流水线 多使用于 大型的重工业 比如说是 骑车制造业 等等 所以说呢 他们觉得这个 并不一定 能够适用于 星巴克的 这个制作咖啡上 同时呢 他们还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理由 或者说是借口 就是他们觉得 通过这种方法 来生产出了 咖啡 有形 无魂 而作为一个 顾客体验之上的 一个食品业而言 这方法是不可行的 是因为他们希望 通过自己的手 去创造出最好 最优质的咖啡 然而呢 舒尔茨很明白 他们这员工的一些 所谓的私心 是因为首先是 舒尔茨本人 作为一个leader 他能够站在一个 足够高的一个角度上 去俯瞰整个行业的 一个进展 一个发展和变化 他也知道 他的员工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这个 引入了这个 assembly line 会使得每名员工 所摊的工作量 大量减少 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 所分得的薪水 和报酬 也随着他们的 工作量的减少 而大幅降低 所以说呢 这些员工 虽然口头上说的是 觉得这个 这个生产线 并不适用于 咖啡制造业 但实际上呢 他们只是不希望 自己的薪水 较之以前 又降低 所以说呢 舒尔茨 他认为 作为一个 真正的一个leader 他自己是 整个公司的一个CEO 是公司的支柱 如果希望实现 他一开始的 那个mission 就是做出最好 最高品质的咖啡 就必须要 引入这个 assembly line 同时是为了 整个公司 乃至整个 美国咖啡业 做一个贡献 所以说 舒尔茨 一言决然的 坚持了 自己的看法 使用assembly line 来制作咖啡 并且将这个方法 沿用至今 对于整个事件的 一个影响 跟评价 首先呢 是星马克咖啡呢 它的制作效率 和质量 大幅提高 在当时呢 舒尔茨为公司 制作了一个mission 这第一个mission呢 就是要制作出 finest coffee 最好的咖啡 而通过他 开展咖啡豆的种植 并且呢 引入了这个 assembly line 来制作咖啡 最后呢 最终导致了 第一个mission 完美实现 后来呢 舒尔茨又为公司 制定了第二个mission 也就是要 让星马克 成为除了家 home 和办公室 office 之外的 third place 第三生活空间 而随着 星马克咖啡 制作水平的提高 他们也越来越多的 把他们的重点 转向了 实现这个第二个mission 把星马克 打造成一个 人们生活的一个 必要的场所 同时呢 因为星马克的出现 高品质的咖啡 不再是一种 食饭品 不再是一种 luxury item 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part of life 所以说 舒尔茨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可能有的时候 大众观点 就是多数人 所持有的观点 可以优化 这个决定 但是真正 一个leader 要为整个 他的一个 entire group 去考虑的话 他需要坚持 自己的own conviction 而不能够去 简单的去听从 去服从大众观点 他还是应该 自由自己 来主导 整个的决定 所以舒尔茨的例子呢 是一个挑战 大众观点权威的 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可以把它引用到一些 在题目中 出现了一些leader啊 或者是一些 类似于 public opinion 这样的词儿的题目 是十分好用 也可行的 谢谢大家